这个Dudu的那个大批书,然后一个那个东西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DX嘛,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相当于是核心的一个亮点吧,就是它有一个它的那个算法是用的PMN算法,它的算法是自己做的,然后它跟其他的DEX有一些区别,然后现在就开始给大家介绍, 现在就分为三个内容,其实主要核心就是介绍那个PMN算法,然后它的如何使用跟那个推导,然后推导的话,然后再根据它的那个公式嘛,然后你可以把几个应用场景落地就能比较好的理解它的那个落地啊,然后现在先开始介绍,介绍那个Dudu就是它的,它就是主要是由PMN算法驱动的一个DEX嘛,然后其他的,这个就不用介绍了, 它有一些亮点就是说它自带的那个智能聚合,然后有一个众筹建持,然后还有做事,它的做事是非常灵活的,然后还有挖矿应该现在还没有出来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主动做事商的一个算法, 这些优势也不用介绍,直接开始介绍它的那个主动做事商的算法吧,它的算法它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思路起源的,它起源是这样的,它是通过第一个它就是研究那个市场深度嘛, 市场深度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市场深度,深度表,横坐标是价格,横坐标是价格,然后重坐标是累计的成交量,就累计的订单部的量, 左边就是绿颜色的是买盘,就是我要买,就有这么大的一个买盘,然后右边呢,是卖盘,然后它通过这个出发呢,然后对这个深度图进行一个简化,简化的模型就是,就是简化成这个样子, 然后横坐标是价格,上面是累计的一个深度,或者说叫累计的挂单量,然后有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它的那个中间价格, 其实就是,实施价格,或者说试价,一个第一个参数,然后第二个参数是它的斜率, 斜率呢,就,斜率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如果,也不用理解了,就是说它把这个深度图嘛, 点化成这样下面一张图,然后定义了两个参数,第一个是中间价格,第二个就是那个斜率, 然后我们现在主要看右边的,左边的是对称的,对称的嘛, 然后我们先看右边的,右边就是卖盘,卖盘,比如说我卖苹果, 然后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你被买走的苹果越多, 它的价格就会越高,对吧,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理解的, 然后它通过这一点的定义了下面的一个算法模型,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P等于I加上I乘以K, 然后B零减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它,就是右边这个卖盘的边际价格, 等于当前的价格,然后加上一个消耗的token的比例, 乘以一个斜率,这样说是不是太,不太好理解, 没太理解,它这个是怎么, 首先就是说深度图大家理解了吧, 然后这个深度图的简化大家理解了吗, 对,就是公式是怎么的, 对,其实就是你从深度图是推不出那个公式的, 但是你可以从公式就是反推出这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深度图是有两个参数定的, 第一个参数叫做Middle Price, 就是它的这个模型里面的I, 它就是那个中心价, 然后第二个价格就是它的斜率, 就是对应的这个斜率嘛, 然后它通过这样的一个线性深度, 或者说它的一个模型, 然后定义出了这个右边这个卖盘, 去刻画这个右边的卖盘, 就是怎么讲呢, 比如说我们就不讲模型, 就是比如说它现在的DNT价格, 不是我们买走越多的苹果, 它的价格会越高, 然后对应的是这一项, 就是B0减B除以B0, 就是说买走苹果买的越多, 这个就是说买的越多, 这一项就对应的买的最多, 然后它用一个参数K去定义就是买的越多, 价格涨多少, 然后这个是原来的价格, 这个是增加的价格, 这样讲大家明白吗? 其实我这个公式还没太明白, 但是我感觉看这个图的话可能比较简单吧, 就是你知道这个竖线这个深度和那个斜率的话, 就三角形的两边之后, 直角三角形两边之后, 你就求这个底边, 是这个意思吧? 你可以这样理解吧, 其实就是它这个地方, 就是它深度图转化成那个模型的话, 其实是有点绕口, 就是它价格在下面, 价格是在横坐标, 重坐标是它的深度, 也就是它的量, 就是你要倒过来, 一般的价格比如说, 比如说你这样你是比较好理解的, 比如说这样一张图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是你买的价格越高吗? 比如说你买的价格越高, 就是买的量越多, 它的价格上涨的越厉害, 这样是比较好理解的, 但是在这边不是, 这边的横坐标是价格, 重坐标是深度, 就是说你买的越多, 买的越多, 它的价格随着的量, 就是这样增加的吗? 但是这一点是, 喂? 没事。 行吧,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公司就是讲, 就是你买了这么多, 买了苹果越多, 就是它现在的价格呢, 就是之前的价格乘以涨幅, 这个是刻画涨幅, 涨幅跟什么有关系呢? 就是你被买走的token越多, 它的涨幅越高, 然后这是第一个, 它就用这个公式去刻画这个简化的深度图, 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市场深度不是这样简单的吗? 还有两个缺点, 就是两个不太实际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真正的市场呢, 大部分的市场流动性是集中在价格中间的, 就是这个价格里面, 它的深度是最深的吗? 然后你越往边走, 它的深度就相当于越浅, 就delta的那个价格就越浅, 对应的这个价格是这样, 对应的这边是这样的, 就是你交易量从这里到这里, 它价格的就是价格涨幅, 不是就你相同价格的涨幅吗? 这样的话, 它对应的那个交易量是比较小的。 我们这样讲的,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是点化的一个市场深度图吗? 然后对应的模型是这个, 对吧? 但实际上呢, 真实的那个市场的深度不是这样的吗? 真实的市场深度是在, 在那个成交价附近是比较深的, 然后在那边比较远的, 然后所以要对这个模型呢, 就原本的这个简化的线性模型, 进行一个改善吗? 改善的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不是用线性的, 而是用非线性的, 非线性的最简单的是乘法嘛, 然后乘法它就把这个模型呢, 进行那个简化, 简化成这个, 就是现在的价格等于当前的价格, 乘以被买走的苹果除以之前的苹果, 之前的苹果除以现在的苹果, 就是这样一个刻画的一个公式, 但然后为了让这个公式的适用性越来越好, 然后它就需要对自己一些改造, 改造完之后, 改造有几个改造嘛, 第一个是方便数学计算, 第二个改造呢, 就是需要添加那个斜率的影响, 就是那个参数k, 然后改造完之后就是变成这样一个公式, 最后的公式就是这个价格公式嘛, 等于p等于i除以, 不是, 就是p等于i乘以1减k, 加上k的b0除以b的平方, 然后它最后呢, 就是这个是它最终的一个模型的公式, 然后我们发现它的那个k是等0到1的一个参数嘛, 当k等于1的时候, 这条曲线就是正好跟那个unit的那个founding curve是一样的, 所以它就是说, 它就说那个殊途穷归嘛, 它从订单部出发, 也倒推出了一个ammm公式, 然后它ammm公式, 然后呢, 它也能通过调整k变成0, 跟那个就是加法模型一样的, 一个那个什么, 它就所以, 所以呢就是说, 它从订单部出发, 也得到了跟那个资金池出发一样, 得到一样的一个结果吧, 所以它这个模型的普适性很强。 它这个模型咋得, 不太明白。 你就是第一步是, 第一步就是它是, 它的思路是这样的, 思路就是说, 市场上呢, 最重要的其实是, 就是你刻画一个市场, 最好的方法是用市场的深度嘛, 类似于订单部, 订单部左边是买盘, 右边是卖盘, 对吧, 然后左边是买盘呢, 我可以简化, 第一个简化就是直接用三角, 就是简化成两个三角形, 左边的黄色三角形是买盘, 然后右边的三角形是卖盘, 然后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的特点是你被买走的苹果越多, 价格就越高, 对吧, 然后我怎么刻画这个特征呢, 然后我就用当前就是, P就是说我买走, 买走比如说买走了这么多苹果, B0, B0是刚开始的有比如说100个苹果, 然后现在的苹果呢是50个, 买走了50个, 那么B0减B就是50嘛, 50除以B0就是50%, 然后乘一个K, K就是它定义的一个斜率, 0.5乘一个K, 就是涨幅, 就是我对价格的一个涨幅嘛, 这个K可能是1大概是这样, 所以, 不不, K它是定义成0到1的一个参数, K你可以理解成, 就是说, 斜率, 它被, 对, 斜率, 就可以理解成斜率, 如果45度的话就是1吧, 对, 对对对, 然后, 这个是线性的嘛, 但是, 这个业业跟真实的市场不一样嘛, 所以它进行了一个优化, 就是从这个地方优化嘛,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加法模型, 然后呢, 优化的结果就是它对那个市场深度模型是说, 真实的应该是凹性, 就是, 是取, 就是非线性的嘛, 因为它在, 试价附近的深度是最好的, 然后离试价越远的话, 深度是就是越浅的, 所以呢, 它从这个模型进行了一个改善, 改善成这个样子, 就是它改善的思路呢, 它是这样, 就是第一个思路就是说直接用那个, 简单的就是i乘以b0减除以b嘛, 然后呢, 为了让这个模型的适应性越好, 它添加了一个k, 第一个第一步是添加k, 就是i减1加k, 然后k的范围是0跟1, 它调整呢, 就是说对, 就是b0减除以b就是说对, 比如说苹果数量变化的一个改造, 用这个k去控制它改造怎么改造的程度, 这就是引入了第一个参数k, 就是引入了第二个参数k嘛, 然后为了数学上的考虑方便, 然后它把那个b除以b0除以b, 然后成了一个平方嘛,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公式,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真正的数学模型, 就是这个, 这就是卖盘的, 感觉这个公式是他自己就是大概去这样做出来的, 为了符合它这个曲线, 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就把它的那个模型的思路, 就是相当于介绍了一下, 嗯, 然后这个是卖盘的嘛, 卖盘的之后, 还有买盘的, 买盘的就是一样的对称的嘛, 对称的就不讲了, 然后大概最后的那个公式就是这样, P的价格等于I乘以R嘛, R有以下公式, 就是当, 这边是卖盘嘛, b小于b0, 然后R就等于这个, Q是Q小于Q0, 就是R等于这个, 上面对应的是卖盘, 下面对应的是买盘嘛, 这样一个公式, 然后下面介绍一些常, 就是概念, 基因核心概念, 因为核心概念就是, 就不容易弄乱, 然后那个核心概念就是两个嘛, 第一个是, 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那个, Best Token跟那个Qualtoken嘛, 核心的例子就是, 以太坊对USDC的交易队里面, 以太坊是Best Token, 然后Qualtoken是USDC, 然后还有PMMM那个参数嘛, 就是它那个模型的有四个参数, 就是这几个, B0就是说, 刚开始做事商, B0就是做事商总的通知的Best Token, 比如说, 充了多少个以太坊, 核心就是做事商总通知, 就是充了多少个USDC, 然后Btoken就是说, 当前经过交易之后呢, 现在当前的那个Best Token, 以太坊的数量, 然后Qualtoken就是说, 现在当前的那个资产值里面USDC的一个数量,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它的定价公式是这样的, 当B小于B0, 就是说当前的以太坊数量, 小于做事商总的通知, 然后模型就是那个定价模型是这个, 然后如果Q小于Q0呢, 就是USDC的价格小于做事商总通知, 就是这个模型, 这里面就是有三个, 就是这里面就有三个状态嘛, 三个状态就是说, 刚开始的话, 做事商充值是B0, B0是Best Token嘛, 就是以太坊, 充了这么多B0, 然后充了这么Q0, 然后刚开始如果没有交易的话, 这个持是一种平衡状态, 然后但是如果用户呢, 交易的那个以太坊, 如果是卖的以太坊呢, 那么这个就是做事商的那个, 或者说这个池子里面的那个B0就从, 就变成B了嘛, 比那个B0多, 然后Q0就小于Q0, 然后它的模型就是, R就等于1, 不一一减K加这个东西, R就小于一嘛, 然后这个池子被卖掉了是吧, 就是用户嘛, 就是我比如说我是交易员, 我就去池子里面去卖那个Best Token, 我就卖给你这个池子, 然后你这个池子的Best Token就增加了嘛, 然后跟之前的, 然后跟之前的这个平衡状态就打破了, 这个叫R小于一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R大于一的, 就是用户去买Best Token, 然后Best Token减少了嘛, 然后Qualer Token就增加了, 然后Best Token跟那个Qualer Token, 大家可以就是可以这样记一下, 就是以太坊, 比如说以太坊对USDC的交易对, 前面的就是Best Token, 后面就是Qualer Token, 然后呢, 价格呢, 价格的价格就是一个Best Token, 可以换多少个Qualer Token, 相当于一个以太坊换1800的那个USDC, 可以这样记一下, 就这样记一下了, 然后这个有三个状态, 然后呢, 它里面交易的, 这个三个状态, 对应的它的那个代码里面, 好像是这里, 这一段, 如果你看啊, 这个如果R的状态等于, 一就是中间稳定的状态, 如果呢, 它就是大一, 会有这种操作, 然后如果呢, 反正它个代码里面对应的R, 就是这个这个东西, 就是, 要么是左边, 要么是右边,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你从左边, R小于1的状态, 到了R大于1的状态, 它那个价格计算就会有点麻烦, 有点复杂, 因为它的那个公式是分段的嘛, B小于B0, 就它的公式就是由B小于B0, 变成了那个Q小于Q0嘛, 就它那个定价公式就会发生变化, 它才能一直分段的, 呃, 然后下面呢, 流动性付费跟那个运营水费, 它也不是重点,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流动性参数K, 然后它这个参数呢, 就是, 呃, 其实跟那个有点像, 跟Curve有点像, 就是当K等于0的时候, 就是加法模型嘛, K等于1的话的时候是乘法模型, 就是UNI的那个模型, 然后K越小, 它跟那个Curve就越, 比如说K等于0.5, 它就, 呃, 就是在那个市价附近的那个流动性是最独的嘛, 然后越远, 流动性就是价格会偏的越多嘛, K等于0就对应的那个加法模型, X加Y等于K, K等于1就是XY, X乘以Y等于K的UNI的一个乘法模型, 然后相当于, 呃, 然后K等于, K这个参数呢, 越接近于0, 它在市价附近提供的流动性就越强嘛, 因为这个越平, 然后K如果等于1呢, 它在这个市价附近的流动, 就是, 就是有滑点了, 就是UNI的那个模型了, 呃, 下面, 就是数学模型, 就是你的定价公式已经出来了嘛, 然后下面有几个应用, 它的说它的本质就是说, 利用那个智能合约求解一个积分和两个二次方程啊, 第二个二次方程我没看懂是什么意思啊, 但是前两个我是看明白了, 第一个就是说, 呃, 啊, 我们可以根据, 就是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就是有这个一个那个, 呃, 就是那个价格和交易数量的一个模型嘛, 就是这是咱们这个核心的模型, 然后呢, 如果你要算, 比如说你要买100个以太坊, 你要计算它的平均价格, 呃, 平均价格就其实就是, 呃, 你花出去的USDC, 就是quad token的数量, 除以你的那个100个以太坊的价格嘛, 以太坊的数量, 就是它的那个平均成交价格, 然后平均价格, 呃, 就是那你就需要算那个DirtaQ嘛, 就是DirtaQ, 呃, 就是你要支付的那个USDC的价格, 它其实是一个积分嘛, 从那个B, 从这个图里面也比较明显的, 就是就能看明白, 就是从B1到B2, 对那个Pprice, 然后在DB上进行一个积分, 积分呢就等于, 等于这一项, 等于这一项, 然后呢, 把DQ除以B1减B2, 就是, 就是, 就是能算出来这个平均成交价, 然后就是这个, 就是平均成交价, 就是这一项,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跟, 只跟B1跟, 它就只跟那个B1跟B2有关, 跟, 就是你只要其他参数地呢, 你只跟B1, B2有关, 你是从多少, 就是买到多少, 这个第一个是算价格嘛, 第二个就算那个, 不要支付了钱, 然后比如说, 求解交易的二次方程, 比如, 就是, 它有三个状态, 一个是quarter token缺短缺, 一个是best token缺短缺嘛, 然后当best quarter token缺短缺的呢, 那个方程是, 这个方程是, 方程是这一项嘛, 2就等于, 1减, 就是, 当quarter token缺短缺就是, R等于1图1, 1减k加这一项, 就是这一项, 它的方程是这一项, 然后呢, 把这一项进行一个积分, 就是等于第二大币嘛, 就是你要付出的best token, 然后这一项呢, 对它进行, 就是因为, 单独币我们知道, best token就是, 我们, 要支付, 比如说我们要买100个仪台坊, 那么我需要支付多少个Q2嘛, 就是这样, 然后你可以对Q2进行一个计算, 最后能算出, 就是有多少个, 就是你需要支付多少钱了,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应用, 第三个应用, 这个我是没有看懂的, 所以我就不讲了, 不好意思, 这个今天看了一天, 还没看明白, 还是做一个回归, 但是我不确定, 它这个回归是啥意思, 这个我是没看懂, 然后, 关于数学方面, 大家有什么,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最后, 最后讲那两个公式, 没太听懂, 就是我们现在有了一个, 模型嘛, 这个模型呢, 它是, 就是它是这样的, 它这P是它的边际价格, 边际价格就是, 就不是真实的价格, 比如说我, 比如说我10块, 就是边际价格就是, 就跟加速度, 就是跟速度一样嘛, 就你其实, 这个比喻不太好, 看一下, 就是它的那个叫边际价格, 跟, 就是买完之后, 交易之后的一个价格吗, 对, 可以这样理解, 买完之后的价格, 对, 然后这个是交易价格吗, 然后如果你要算平均, 就是, 你要算, 比如说你要买100个以太坊, 你要算100个以太坊的平均价格, 那你是用这个是算不出来的吗, 你要需要对这个进行积分, 这个是公式的第一个应用, 就是你要去算那个平均成交价格, 就是这个黄线就对应的是它的那个, 就是对应的它的那个模型, 就是对应的这个模型, 然后如果你要算平均价格的话, 你就要对它进行一个积分, 积分算出来, 它你要花多少的deltaq吗, 支付多少deltaq, 然后用这个deltaq除以这个买的量, 100个以太坊的量, 就b2减b等于100的话, 你就需要算一个平均价格, 这是它的第一个, 就是这个公式的第一个应用嘛, 嗯, 明白, 第二个应用是说, 比如说你要买100个以太坊, 那么你需要支付多少的USDC,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它给你算出来QR等于多少, 这个倒不太懂, 但是就是, 就知道能算出来的, 对, 是吧, 然后它有几个应用场景嘛, 应用场景里面, 这个例子是举的比较好的, 就是比如说你有一百个苹果, 你想卖掉换钱,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 你一个苹果卖一块钱嘛, 那么这个就是你的一个, 就是卖的量, 还有那个价格, 你这个价格是恒定的嘛, 其实这个就是稳定币的一个逻辑,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第二个就是这个就是个卖的过程嘛, 就是你把苹果换成的钱, 左边是你获得黄色, 就是买盘嘛, 然后右边就是你的卖盘, 然后这是你获得的钱, 然后呢, 但是你发现这一点就是说, 如果市场好于月期, 好多人都买苹果呢, 你发现这样的需求曲线, 其实对你是, 就是收益不是最大化的嘛, 而为了让你的收益最大化呢, 你可能会想的就是, 买的人越多呢, 我的价格就越贵, 这样是一种一个价格曲线, 那么我第一个我是收益月, 就是第一个呢, 我通过这样的方式判断市场需求嘛, 第二个就是我可以, 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苹果, 那么我就赚的个月多了, 嗯,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线就价格就是价格嘛, 然后, 呃, 然后价格, 这个是往右走嘛, 就是从这个曲线, 就是往右走, 那如果你再加上一个退货的逻辑, 就是退货的逻辑, 那你的就是那个线, 又可以往左走了, 那么你就建立了一个苹果跟, 呃, 货币的就是USDT的一个交易市场, 那么这个市场, 你就建立下来了, 你只需要两个, 就是你只需要两点, 第一个你有苹果, 第二个呢, 你设定一个, 呃, 交易曲线, 比如说你可以设计平的, 就是你一美元, 呃, 固定的价格去卖, 你也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弯的曲线, 呃, 就是卖的越多, 它的价格涨的越高, 这样你可以相当于有无限的流动性, 啊, 这个, 呃, 然后呢, 就是如果你想实现一个市场, 你需要什么, 就是需要苹果跟那个价格取验, 这就是它的一个, 呃, 就是, 就是一个公开池的一个逻辑, 然后, 公有池它有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呢, 就是比如说, 第一个, 第一个是说, 你低成本的建立一个初始的流动性池子, 假如你用, 你在A, 比如说你发, 你有一千万的一个代币, 然后1%归你所有, 99%对社区开放, 那么这个时候市场, 就是如果你想对这个代币, 进行一个流动性建持的话, 你, 你给它定价是一美元嘛, 那么你如果在AMM之中建立这样的一个市场, 你需要990万美元, 做一个流动性的池子, 就是1比1的投入到那个流动性LP池子, 那那个时候其实是不太现实的嘛, 那第二个就是你没有那么多钱, 你就用100个美元跟100个投给建立一个简单的认识, 但是如果有人要想买的话, 比如说他要想投资10万, 那么他会把这个价格推到无限高嘛, 然后那肯定都不会再买了, 然后有什么办法呢, 就你可以用这个方, 就是用公有池的方法, 首先你设定一个彼此价格是一刀, 然后呢K等于1, K等于1就是这种公式, 就是这个嘛, K等于就是这个公式, 但是他把这个交易量这个地方设置成了990, 就是设置成990嘛, 就是相当于他要900, 就是就是如果你想买的话, 你对价格影响其实是很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公式, 公式就是这一项嘛, 我可以这样一点, 就是你可以就是就是把这个这一项, 就像你相当于把990万的代币放在这个点上面, 然后这个点上面呢, 你就如果你买买10万的话, 你其实对他的就是因为就是就相当于那个线网又动了一点点嘛, 所以对他的价格影响是很小的, 所以对他的价格影响是很小的啊, 他取了一个公用池诊, 对就是那是基于他有这么多流动性吧, 但是他说最开始是只投入1000美元, 他这个键池就是键池他可以不用投美元, 直接就直接用代币也可以投的, 也可以键起来的, 就他这个池就是, 他这个模型有几个参数啊, 啊, 是这样的, 他键池是键于空着池的, 就是还没有投入那个代币是吗, 然后是别人可以往里头是吗? 比如说他是有一千万个, 我一千个一千万个, 比如说他是这样, 他相当于这样的, 他B0嘛, B0就等于990万, 他是之前充990万, 然后Q0呢就等于0, Q0就等于0嘛, 然后B呢, 就这个先不管了, 然后所以他的那个定价模型P就等于1减K, K他可以定成1嘛, 2就等于B0除以B的平方, 就是因为他这个只有麦池嘛, 对吧, 就相当于, 所以B肯定是小于990万的嘛, 就你最后的, 如果你要有人买肯定B就减小了嘛, 然后, 对, 然后因为你买10万的话, 对那个B0的数量其实是没有, 影响很小嘛, 所以他的行军的一个就是价格就1.005嘛, 我知道, 他意思是说, 意思是说就是我, 因为一般是投入两种Token嘛, 那实际上你只需要投入一种Token, 然后别人, 你投入A token, 然后投990万, 然后另外一种B token你可以不放, 然后那个别人来放就好了相当于, 然后他就相当于买了, 他买的话, 就相当于把B token放进来, 然后能拿到一个低滑点的一个A token, 这样就是低成本的建立了一个初始的流动性, 这个就是他的公该持的一个应用, 这还不是众筹坚持, 对, 众筹坚持就相当于你把那个就是, 你不是刚开始要买10万吗, 他就是把这些特别就是之前的人的钱拿出来, 用来做那个就是, 做那个流动性嘛, 然后那个流动性有一个锁定期, 那类似于这种, 嗯, 嗯, 对, 你不是要买10万代币吗, 那你投入的钱就有一个锁定期嘛, 那个锁定期呢, 就是刚开始的一个, 一个初始的买盘的流动性提供者, 然后有一定的锁定期, 然后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叫算法稳定币的项目, 算法稳定币我们知道就是说价格低于1美元, 如果不能尽快的让它回到1美元以上, 那你算法稳定币基本上就, 陷入了一个死亡螺旋嘛, 所以他说如果, 嗯, 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把K设小一点, 然后呢, K设小一点呢, 就是把流动性呢, 就是, 就是把流动性都聚集在那个价格, 价格1上面嘛, 就是你其他价格低的那个, 那个买的资金, 其实已经没有任何需要的必要了嘛, 然后他在这里就, 就是在价格等于1的地方, 把K设小一点, 这样呢, 你的流动性就全部集中在这一块, 这样至少你能接得住, 但是这个还是看市场信心, 如果市场不信心不行, 你还是往这边走的话, 那你价格还是不行, 还是拖不住, 但他这样至少比那个, 就是至少比那个AMM模式, 就是效率更高嘛, 就是你在关键的点位就是去承接了嘛, 就是抛的少, 对我们没事,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就是不像AMM, 你抛一点点都可能就不行了, 就是他, 就是很灵活嘛, 然后这个是调整K参数的一个, 一个那个什么, 然后第三个是实施管理, 其实就是调K嘛, 你K越小, 你在就是那个价格的地方的流动性就越强嘛, 然后你就, 就流动性越强的话, 那你其实投机就越难投机嘛, 就是流动性弱的话, 你投机才有投机嘛, 嗯, DVM是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 就是用PMMM算法构建的一个, 自动流动池就叫DVMM, 自动售货机, 对, 这个是公有池嘛, 公有池有几个特点, 就是说, 我们可以知道他, 这个模型里面有几个参数嘛, 就是B0B, 然后B跟Q,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价格, K跟I嘛, K, 这个价格还, K, K, 这这这这几个参数, 还有一个I, I, I的话, 他就是如果是, 外部市场呢, 他建议用预言机, 如果是流动性不足的话, 他其实这个初始的一个价格, 嗯, 然后讲私有池吧, 然后公有池, 其实是有限制的嘛, 第一个是说, 第一个是说, 一开始, 就是他有以下一个性质, 就是说, 一开始没有扩的呢, 只有Base就是, 只要项目房体, 就代币启动, 也就就可以, 就可以开始了, 然后数量是不限的, 然后第二个, 其实价格为I嘛, 然后第三个就是, 呃, Base token越少, 价格越高, 然后公有池有个限制, 就是你冲提, 是自由的, 但是你必须按照那个当前的比例嘛, 就是, 就是必须按那个Base token跟Qualtoken的那个B0比上, 呃, S0的一个价, 就是一个比例去冲提, 这个是一个限制嘛, 那有没有方法, 就是更自由一点呢, 他就做了一个私有池, 私有池是有几下的特点嘛, 第一个是单边冲提, 第二个是能随时改变价格曲线, 随时改变价格曲线, 第三个就是让价格从零到无穷大分布, 呃, 就是很自由, 非常的自由, 然后, 他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啊, 比如说那个, 之前这个是正常的苹果的卖盘跟, 买盘, 呃, 它是这么厚, 但是你如果预测, 苹果的价格即将下跌, 那你就, 那那你为了保护你的资产嘛, 你会把这个, 就是买盘削弱一点, 然后你调成这个样子, 就把它往下拉了一下, 削弱一下, 这样你就可以, 这样一个对你的一个, 呃, 资金, 资金池进行一个保护嘛, 好, 第二个呢, 就是, 这是第一个, 就是你可以, 你觉得你对市场价格有个预期的话, 你可以对相应的买卖盘进行一个调整, 规避它的那个价格波动的风险, 第二个呢, 就是, 价格发现, 就是价格发现是什么意思, 就是, AMM模式里面, 你们其实很极限嘛, 你必须, 呃, 你如果看好一个代币, 你要自己买, 第二个或者是, 第二个是, 你担心你的那个流动性变, 呃, 就是, 你会受到无常损失变多的话, 呃, 你会减少那个资金规模嘛, 然后他说AMM模式里面, 你可以调整那个I嘛, 直接调整, 就是直接调整市场价, 呃, 直接把I调整了, 就是这个, 这个I, I本来是预言机提供的嘛, I本来是预言机或者是市价, 就是你, 你如果直接觉得那个价格以后可能会涨到180, 你直接定到180, 就他是说这样可以对价格, 就主动发现价格, 但我觉得, 呃, 这个好像逻辑不怎么成立啊, 这个能随便改这个东西吗, 这个是可以随便改的, 这个私有时是可以随便改的, 啊, 然后, 对, 然后案例三就是恒定的一个价格市场嘛, 恒定的价格市场就是稳定币嘛, k等于0, 然后, k等于0就是一个加法模型嘛, 但它有一个流动性缺失的一个风险, 但你可以把k设得很小, 然后就跟那个curve一样, 就是那种拼地锅模型, 然后这是它的案第三,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k等于k等于k等于就是跟unin一样的ammm市场, 你以价格的比例充提的通通值或者提取两种货币, 然后这个是它的然后第二第四个案例, 第五个案例就是市值管理嘛, 市值管理就是你根据当前的价格, 然后你对因为你可以调整这个买卖程度嘛, 相当于你可以操盘的嘛, 你可以操盘的话呢, 市值管理就比较容易了, 你现在可以操控价格了, 但四又十就是随便怎么弄嘛, 它就是很灵活, 那我谈定买盘的深度怎么调, 这别人有买盘, 那你把买盘的深度给调, 这是怎么卖怎么调的, 你直接可以单, 因为可以单边冲击嘛, 你直接把那个以太坊, 比如十个你提走过出来, 那你的买盘自然就下来了, 对, 因为它, 对啊, 就是可以单边冲击嘛, 它只是市场状态, 就是比如说之前这个B0是, 不过那个买的需求还是存在的, 只是说它没有反而让你取现的, 对啊, 但是你B0小的话, 那你价格上涨就更快了, 那就对你一个保护嘛, 嗯, 比如说你之前, 你用十个里面买一个的话, 你这百分之, 百分之, 百分之十, 十个里面买一个, 你百分之十嘛, 那你撤了九个流动性买盘之后, 那你买, 你想再买百分之十, 那哪个价格就上涨到天了, 嗯, 那这样就相当于它, 就是对买盘的一个流动性, 撤了买盘的流动性了, 保护自己, 哎, 但是这是官方的说法, 对, 但我们操盘就是, 哎, 这是东西怎么讲的, 就是官方的说法, 但实际上我觉得应该这种, 私有时的话, 应该是比较容易做装了, 太容易调了, 是吧, 对啊, 对吧, 这个就比较适合做装嘛, 其实这, 呃, 官方的说法是, 就是说, 极度灵活, 然后我们私底下说, 就是说可能比较适合做装嘛, 不像公开持, 公开持你必须得按比例去冲提嘛, 那你这个, 这个随便怎么搞都行, 对啊, 这什么场景就做装是吧, 然后, 我觉得做装是最合适的, 对啊, 就是相当于你有了一个, 怎么讲呢, 你有了一个自己做装的一个市场吧, 我觉得是, 好啊, 最后这个正愁见识, 正愁见识是这样的, 正愁见识它是比较了市面上三个方式嘛, 这个它确实是有改进的, 第一个就是说, 联合曲线发行, 就是, 呃, 因为它那个价格是这样嘛, 价格是, 比如说价格你, 就是你第一个买的是, 价格是最低的嘛, 你后面买的时候, 价格会增加嘛, 所以就有很多强跑的嘛, 然后根据, 因为它的价格曲线是这样的, 然后, 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买家拿最低价格嘛, 然后就有产生的, 强跑呀, 投机呀, 就是强跑嘛, 然后低成本的代币用来投机, 而没有发到真正的投资人手上, 就相当于是, 呃, 相当于中介, 就是联合曲线你避免不了, 就是黄牛嘛, 避免不了黄牛, 有人能低成本的拿到票价, 然后转手卖给你, 真正看好这个项目的人, 然后第二个就是AMN, 二池挖矿嘛, 二池挖矿就是, 你讲, 那个联合曲线是啥, 啊, 联合曲线, 不定价格曲线,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曲线嘛, 就是这个, 就是如果, 对, 因为你的数量, 对, 你的数量往那边走的话, 就是你买的苹果越多嘛, 它价格就会越涨得越高, 所以第一个买苹果的人是最便宜的嘛, 啊, 这个字面是为什么叫联合曲线, 嗯, 看看英文啊, 翻译, 就是价格曲线, 方丁科尔, 就是价格曲线, 它只是翻译成这个东西了, 不知道怎么翻译, OK, 然后那个AMN就是, LP嘛, 就是LP, 二十万块你需要, 嗯, 付入买盘, 就是你需要付入那个, 自己注入买盘吗, 反正就有自己的缺点嘛, 这个其实我还没太看懂是啥意思, 第三个拍卖的话, 是拍卖的话流动一些溢价不够嘛, 而且价格都是最高的, 嗯, 然后呢, 为了, 二, 就第二个应该是刚才咱们去聊的那个, 就是你只需要冲AB, 然后B, B的那个B的话, 让别人来冲就行了, 是这个意思, 好像, 他说的其实是, 说那个, 买盘与卖盘嘛, 双边等比利配资嘛, 嗯, 就是说他说这个, 就是都会有自己的自身带的缺点嘛, 然后他想着怎么改善, 改善的话就参考了一个股票市场的集合, 的净价, 相当于分为了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 然后一级市场呢, 就是提供, 项目方提供一定量的代币, 然后呢, 指定单价跟发现额度嘛,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认购, 认购之后呢, 呃, 就可以有一个, 认购之后, 他那个, 呃, 就是开盘价, 然后开启二级市场, 一级市, 然后一级市场, 呃, 就是众筹, 说众筹的钱, 会进入到二级市场的一个买托, 盘流动性里面, 就相当于, 正说, 就是这个, 呃, 就相当于, 你就有了那个, 就是你就有了那个, cualer token, cualer coin嘛, 不像之前, 嗯, 你直接best token, best coin的就, 就只有一, 一种代币嘛, 你通过正说的方式, 就筹了一笔, 进去了, 然后把那个锁, 而且他有一个流动性保护, 就是把它锁住了, 就是你买了之后呢, 就买盘资金,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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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一定的保护期, 然后你这个保护期是不能撤, 就是不能撤住流动性的,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了, 就是一个流动性保护期, 交易是吧, 啊, 我就是那个不能撤的话, 但是别人是可以把那东西交易出来, 呃, 这个, 想一想啊, 这个我才还不太确定, 就相当于你众筹之后, 比如说你众筹了100万的USD, 100个USDT嘛, 然后你拿到了100个, 100个, 100个苹果, 然后有, 就是100天里面, 你不能把这个, 就是不能把那个苹果卖掉, 你不能把苹果, 就是移出流动性吧, 撤出流动性, 但是别人可以用USDT买这个苹果, 对, 交易是可以的, 但是你流动性是LP, 你是不能不能撤出来的, 对, 然后也可以添加流动性, 对, 它还有一个设计很有意思, 就设计了一个手续费, 手续费呢, 还可以梯度收费, 然后呢, 还可以对特权用户进行收, 就是进行收费, 比如说白名单的呀, 就是0%, 然后其他用户100%, 反正可以用手续费, 对不同的用户进行一个价格歧视, 反正在这个手续费设计, 嗯, 这个算好的设计, 对项目方是好的, 对用户来说是不太友好的, 嗯, 你相当于, 嗯, 反正能够让最大化利益吧, 嗯, 嗯, 然后这个身价和固定价格众筹, 这一块我没有看, 但是, 简单扫里扫, 也就是众筹两种方式嘛, 第一种是, 价格是固定的, 然后第二个可能价格, 就会有一定的身价, 就价格曲线, 有一定的改变, 哎, 怎么样, 这个我没看, 然后, 然后合约相关的话, 其实就是框架跟那个东西, 跟那个白币书的内容, 其实不太相关了, 第三个就是代币经济, 代币经济它有一个创新的地方, 就是说它有一个叫, 引入了一个叫会员机制, 会员机制呢, 就是100个都度可以, 重铸成VIP都度, 然后你第一方面, 你可以都度原来的那个分红, 你都可以享受到, 第二个呢, 就是有一些会员的, 关门的会员奖励, 还有交易手机费的分红, 这两个, 然后如果你入了会员呢, 如果你要退会的话呢, 有一个退会的一个惩罚, 好像是百分之千, 对,退会费率, 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 基本上, 基本上感觉大概, 散户应该都是百分之十五吧, 反正退会费率很高, 还是建议你长期持有, 长期就是长期做那个会员嘛, 然后不要退会, 退会是很贵的。 大概就是这样了,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他那个中程度是咋算的? 中程度是价格, 就是你持有的微度除去所有的, 然后乘一百。 对这个地方, 对, 你占的越多就, 你占的越多肯定就是, 中程度越高, 大户嘛, 大户, 这个跟中程度没有关系, 就是你越是大户呢, 退会就越便宜, 然后散户就退的越多, 给大户换了一个说法, 对对对, 他这个模型还是挺难的, 可能也不一定难, 只是我们平常可能理解, 就希望看了就理解, 但这个可能需要稍微去研究一下他那个公式, 大概明白了。 对, 他的那个就是从低南部出发, 这个确实是比较新颖的一个观点, 就是从低南部出发, 然后推导出这个公式, 确实是有创新, 而且他就是大众市场, 就相当于是公开词嘛, 大众市场, 还有一个私有吃, 就是小众的市场, 或者说就小众的市场吧, 然后还有一些对项目方的嘛, 反正各个方面都有, 然后我今天还准备引申一下, 谈谈他的那个叫什么, 上一次不是出bug了, 好像是V2私有池出了问题吧, 就是因为太灵活了, 好像是有一个代币出了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 他的无偿损失是怎么样? 无偿损失的话, 因为你可以根据K去调嘛, 所以K越小, 你的无偿损失肯定就越小, 因为无偿损失是这样嘛, 就是你K等于1不就优利嘛, 有你无偿损失就是你从trending amount, 从这里到这里的一个价格的差嘛, 如果你可以K等于0的话, 那你那个差越小, 就是无偿损失, 哎不对, 这个是, 那个是滑点, 那个是滑点, 说错了, 这个无偿损失我还真不知道啊, 不然就是你添加流动性之后呢, 因为价格变化的话, 你再取出来, 对, 如果你不放里边的话, 你也可能是钱变多了, 但是你要放进去的话, 现在你被交易了嘛, 被交易取出来的话, 就是给你持币的价格比例要少, 他无偿损失好像是有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 我想一想, 这个白皮书里面好像没提到这个东西啊, 他都都是说自己的无偿损失会比他小是吗, 我倒没有看, 我看, 我看你看介绍上他这也没有, 对, 我好像也没有看到一个点, 如果有一点类似的是这一点, 就是, 他有一个地方提到了一个平衡的问题,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当系统处在不比, 这个应该跟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应该没有关系, 那个无偿损失应该这上面也没有了, 嗯, 嗯, 没提到这个点, 是, OK, 行, 那你继续介绍那个, 你刚才想介绍, 我其实已经介绍完了, 我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OK, 今天看到一天, 其实主要, 主要就是这个地方没看懂, 然后很纠结, 然后我一直在看这个东西, 就第三点, 我不知道它那个回归是啥意思, Gression, Target, 这个东西, 就这个点我没看明白, 不知道它啥意思, 然后, 还有一个可以讲的就是, 因为如果你们看代码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提到的一个地方, 就是, 这是六个状态之间的一个转换, 就是跨状态交易, 如果看代码的话, 就是这个R状态嘛, 这个东西就对应着这个, 对应的是这三个状态, 对应的三个状态是, 这个地方, 对应的这三个状态, 就是第一个是平衡的状态, 第二个就是池子里面呢, 就是Qualtoken比较多, 然后那个Best Token比较少, 然后一种状态是, 就是Qualtoken少, 然后Best Token多, 这个状态, 然后价格, 因为它那个, 就是你从中间到左边的, 定价公式跟从左边到右边的定价公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实际中推倒的价格, 你要用两段去积分, 所以就会有点麻烦, 就是如果你是左边积的话, 就是没有影响, 但是你从左边到右边积的话, 你就要分两段, 所以这个地方就, 就会有一点, 什么有一点需要注意,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啥了, 然后大概我讲了,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这边, 就是介绍一下, 它那个算法的思路起源, 然后你发现这个模型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模型, 它既可以变成AMMM这样的一个乘法模型, 乘法模型, 也可以变成一个价格不变的一个加法模型, 然后也可以变成一个Curve一样的一个平底锅模型, 就是它在一个模型里面, 通过调整参数就可以实现这些东西, 然后它怎么使用, 就是公式的几个参数, 你要知道公式的几个参数调整, 会对你这个池子的一个价格曲线,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再介绍了三个应用场景, 大概就是这样, 它这里面有用Oracle吗, 我们看这Oracle是怎么去用的, 哪个R吗, Oracle, 就是Oracle有两个用, 就是如果是公开池的话, Oracle是直接从, 就是直接是预言机的价格, 然后如果是私有池的话, 跟众筹签词的话, 那个I就是它初始定的价格, 就是我随便定一个价格, 然后就是叫做, 比如说我是众筹嘛, 那我对那些额度进行一个代币的单价定价, 我认为我那个值两美元, 那我就发100个, 就这种, 那个I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如果是公有池的话, 我就直接从预言机里面, 拿到了市场价, 如果是人家不一样呢, 我池子又不定狠, 那就会有套利者去套, 大概就是这样, 对, 这个就是它那个晶电池的一个用法, 价格I设置成那个, 就是预言机的价格, 然后K小于1嘛, 就是然后允许任何人单边冲体, 对应的是那个晶电池, 但是这个晶电池是不是废掉了, 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看那个版本现在, 只有V1.5, 没有V1了, 对,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呢,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还是怎么样, 那今天, 对其他人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们就到这里, 是不是大家没听懂, 这数学公式吓跑了, 行,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 我是觉得那公式反正就挺, 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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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